再有就是说 关于楼市的保交楼 烂尾楼这一块 烂尾楼这一块 这个缺口 资金缺口还是比较大的 大概需要4万亿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虚线 它是当年应有的交楼支出 但是因为房地产企业 很多都爆雷了 没有钱了 所以说支出缺口就变大了 蓝色的实体的线 你会看到当年的实际的交楼支出 它达不到资金强度 因为没钱 因为地产商穷 没钱了 压力很大 所以说资金缺口就扩大了 扩大了 所以说到了2020年 就是说需要保交楼的资金的 整个需要4万亿的这种支持 如果没有这么大的资金量 明年的烂尾楼出现 可能就会比较多 或者说还没有办法 把烂尾楼全部给它解决掉 解决掉还是压力比较大的 这是从保交楼的角度 主要是地产商 地产商爆雷的比较多 所以说缺口变大了 2021年是巅峰 18亿的销售平米和18万亿销售金额 到了22年是下滑到13万亿的销售金额 13亿销售平米 23年的大概率是在10万亿的销售金额 然后销售面积可能是12亿平米左右 但我觉得这个还是没有稳住 可能要经过2024年以后才能水落石出 我的判断是大概率 它会回到2016年以前的一个状态 就回到涨价趋库存以前的状态 就是怎么上去怎么下来 它的销售面积和销售金额 都会回到2016年以前的一个状态 主要是房地产 这一波涨价趋库存以后 确实是太猛了 确实是走得太快了 然后积累了很多泡沫债务都压力比较大 所以说它怎么上去可能又怎么回去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想了解更多的财经知识 欢迎扫码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蒙面财经 加入会员圈子 每周日定时直播 我们下期再见